第一轮比赛 第一轮比赛我记得 那天是寝钢大雨 不是寝棚大雨 那是寝钢大雨 天上闪电雷鸣交架 我们校长 陈舟楼校长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汽车 那个时候1963年 还是学校里面也没汽车 就租了一个三轮车 人工的才的三轮车 我记得到那个时候 应该是下半场 因为我抽签抽到的是最后一个 一共是28个选手 我是最后一名 当时的情景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么到最28名的时候呢 该轮到我上场了 这个是我脑子里在想的 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成绩表演出来 向人民汇报 当时这时候 还是很单纯的 那么 内心并不是十分紧张 因为我觉得 好像有人这样说嘛 叫出生牛都不怕虎 其实这时候我看见 观众已经不耐烦了 因为是第28个了嘛 有的人在收拾书包 有的人在打哈欠 这个这个生懒药 我心里想 他们大概不喜欢我吧 我还是个小孩子嘛 对吧 但是我很快想 不能这样想 一定要想 老师跟我教导 要沉浸下来 于是我沉浸下来以后 这个病中营的第一句开头 就非常的深入 这是我老师跟我讲的 那么这个 于是第一轮 我也就是最高峰 一共要拉 两轮是拉七个曲子 我做门也没想到 我原来以为我能进第二轮 就不错了 结果是第二轮也是 顺利的通过 同时呢 尤其是拉二圈音乐的时候 我就在回忆 这个后日对院长 对我的教导 你的音乐要用感情 用情声来抒发你的内心的感情 我得到后院长的存在 我就讲是 别看他年纪最小 可是他最有音乐 那么这个画 实际上也我要记一辈子 演音乐的演奏 就是要内心有音乐 手里才你有音乐 我认为是 一个优秀的演奏者 应该具备两方面 一是有很高超的技能 非常良好的 这个应该叫肌能 肌肉的肌 那么应该做到 什么度大的效应 同时 我们要有深厚的民间音乐 和民族音乐的功底 我们中国有 现在应该追溯八千年了 这个音乐的这个文化传统 积累了无数优秀的 这个经典的传统之中 那么我们这些演奏二胡的 不能是只会手指跑得飞快 但是没有韵味 如果是这样也是损失非常大的 作为一个全面的二胡演奏家来讲的话 既要有这个超强的这个 机能训练 这个有高级的技巧 同时也必须要有 我们深入的深厚的文化体育 上半场我将演奏一次 用京戏 京剧的经典唱段 移植成二胡曲来演奏 这个曲名叫《逍遥经》 《逍遥经》 《逍遥经》讲的是三国时代的故事 他表现的就是汉县帝 当时遭到曹操的毕宫 他的皇后啊 父皇后 还有孩子 他的两个皇子啊 都惨遭这个迫害 曹操对他们下毒手 而且汉县帝呢 也面临着王国的悲剧 所以他就对曹操有切齿痛恨 恨不得要把他 他说要恨这个奸贼啊 要把牙根都要咬碎 这样的一个 非常和死心虐肺的一个 悲痛的情势 那么 他这个是著名的 京剧艺术家高庆卉的大作 这个大家的公认是认为这个唱腔 高庆卉唱的简直是空前绝后 这种高超的技巧 非常永长的这个气息 气惯藏虹的气势 哎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凡是学京剧的人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那么到一大二胡上 是大大的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 我也必须要把这个高派的 那个艺术特征表现出来 那么现在 这次来为我操勤的是 李某梁先生的儿子叫李锦明 是北京最富盛名的 这个京剧艺术家 他来为我操勤 来共同回忆李某梁先生 当时给我的那个教 教学当中的那些精彩的 一个感觉 那么这次 那我就要努力的 用我的二胡 来表现出这个 京剧音乐的那种 那种神音功夫 那么 而且由于有这个开端 我当时是跟李某梁先生 学了八段精细 都是著名唱段 引发了我一试 那后半是一个艺术上的追求 叫做契约演奏声枪化 就是说我们的二胡 怎样才能动听呢 怎样才能够被人 能够把我们中国的 最深层次的 名作韵味表现出来呢 中国的名作音乐 这种最深层次的这种韵味 都隐藏在这个戏曲 名歌古典音乐方面 我如果把这个挖掘出来 把名作的神韵通过我的胡琴 用这个所谓契约演奏声枪化的方式 来表现是大大的提高 这个音乐的表现力的 也是我们名作传统的表现力 也是可以融会进来的 第二首乐曲 我是到最后一首 拿一个红户主题《谁想去》 也就是1977年1月1号 这个红户主题《谁想去》首演 是在我们原来的文化广场 一个巨大的剧场首演的 每场观众要有6000名 连演了七场 这都是我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回忆 今天拿出来奉献给大家 那么这首乐曲 因为《红户车位队》 歌剧的深入人心 所以就带着我这一首乐曲 尤其是《二胡》在上 《二胡》在显示出 这个契约演奏声枪化的魅力 那么这个一直是受到这个欢迎 《四面不摔的》 《四面不摔的》 尤其诞唱即式跳出 《四面不摔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